就像蓮詩講了 當你意念頭上有一尊佛 你就會變成他的樣子 所以蓮詩講說 當你不小心遇到緊急狀況 什麼緊急狀況 休課啦 或是心急梗塞 你要趕快觀想一尊佛在你頭上 讓那個氣勒往上衝 這樣不管你那一次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 脫離這個心急梗塞 或是緊急狀況的時候 這個意念頭上有一尊佛的時候 這個氣往上衝的時候 你就一定會去好的地方 哪怕沒有過來了 都會去好的地方 因為這個是意念 這個蓮詩講說 這是最緊急狀況的修法 如果沒有用這樣的方式 你平常又不訓練 你頭上有一尊佛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觀想 上次坐在你的右肩 或上次坐在你的頭上 意念就是希望你每次這個意念 這個氣都是往上衝的 在臨終的時候 會絕對是最好的地方 所以一般講說 如果頭身人道 就是從你的心間 那個什麼神事 你的中陰身 從心間出來頭身 種種 如果眼睛是天道 頭點是聖道 所以盡量觀想一尊佛在你頭上 你就得聖道 可能在中陰的時候 得法身也不一定 得暴身也不一定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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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